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侄子都随我 所以他们都考上了985大学 老伴哈哈大笑 给我伸出大拇指 随后他有下黯然 喃喃地说 儿子一家远在一国他乡 也不能回来给你祝寿 太遗憾了 的确是这样 凡事不能两全 有出息的孩子飞得高 飞得远 不能把他们拴在身边 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我有一个预感 是侄子浩坤 每年我过生日 只要他有时间 都会亲自赶过来 果然就是浩浩 我的直觉很准啊 我接起电话 侄子热情洋溢的声音响起来 姑姑 端午那天 您和姑父不出门吧 我们一家三口过去 给您过62岁大寿 侄子年纪轻轻 是一家大公司的老总 管着几千号人 日理万机 工作千头万绪 我不想让他耽误时间啊 我称怪说 你工作那么忙 就不要过来了 你们一家三口好好过个节 侄子在那边耍宝 好像故意愁眉苦脸 姑姑是烦我了吗 我想吃您做的藕炖排骨汤了 简直想死了 做梦都流哈喇子 这孩子 挡都挡不住 每逢过节 老闺蜜们都叹息 儿女们总有这个事儿 那个事儿回不来 让他们一次次失望 秀梅叹息说 你儿女婿在广州 他们说脂肪一天假就不回来了 立华摇头说 儿子儿媳就在省城 坐高铁一个多小时就到 没良心的 过节也不说回来看看 我就不吭声了 我儿子在大洋彼岸 人家根本不放假 我想看孙子 只能在视频里瞧一瞧 嘿嘿 不过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还有个侄子 比亲儿子还亲 侄子常常会来探望我 我供摸着侄子快到了 让老伴在家里蒸上鲁鱼 我用毛巾擦擦手 我想去小区门口迎一迎好困 小区里的植物枝繁叶茂 欣欣向荣 人们来往匆匆 喜气洋洋 有人手里还提着一块艾草 几位大爷在凉亭里下棋 两位下棋 观其的人一大帮 胡乱之招 几位大妈小区南门唠客 东家长 西家短 水家孙子学习好 水家儿子孝顺 水家儿媳是个泼烂货 我探头往马路上瞅 远远看见一辆低调奢华的黑色车驶来 好像是侄子的车 我走到马路边 给侄子挥挥手 侄子打开车门 远远地嚷 姑 您怎么出来了 侄媳妇也亲亲热热地喊了声姑姑 侄孙女脆声声地叫 老姑 老姑 看我是不是又长高了 我慈爱地摸摸小丫头的脑袋 倩倩长高了一大截 侄子说 姑 您等一下 我把东西放下 找个地方停车 她打开了后备箱 大妈们看直了眼 远处的大妈们七嘴八舌嘖嘖嘖 瞧瞧人家儿子 多孝顺 等五节看爸妈 后背相堆得跟小山似的 这些东西值上万块钱吧 真没办法 侄子带了一堆保健品 牛奶 水果 烟酒 糖茶 米面 凉油等 还有一个按摩器 你咋不把超市搬来呀 怪不得大妈们那么惊讶 他们不知道 其实 来看我的是侄子 侄子从四年级到高三 都住我家 住了九年 侄子跟儿子同岁 都上了九八五大学 儿子在国外 侄子反而离得近 就在省城 当年 三哥三嫂去泰国做生意 开了一个中式餐馆 他俩非常辛苦 顾不上侄子 孩子上学不方便 没法学中文 怎么办呢 我和丈夫都是高中老师 我教语文 丈夫教数学 教育资源不能浪费呀 三哥就把侄子托付给了我 三哥笑着说 老妹 孩子就交给你了 该打就打 该吵就吵 跟自家孩子一样 别惯着 我对三哥翻了个大白眼 不怕我把你家宝贝儿子 交成废柴 三哥黑黑笑着 挠了挠圆挠瓜 讨好的说 老妹是咱家的知识分子 最有出息 孩子交给你 我们放心 他们两口子比较忙 怕耽误侄子学习 侄子上四年级那年 他们把侄子打包送给了我 幸亏我老公通情达理 对我特别尊重 他说我的侄子 就是他的侄子 只有儿子有点不太乐意 因为我们家的房子 只有九十六平 二是一听 这么多年 三哥三嫂属于管教 就会拿钱往孩子身上砸 孩子一看书就发困 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还特别叛逆 我是一位语文老师 还是一位班主任 看到这样的小孩 就知道是个大麻烦 怎么办呀 这是自己的亲侄子啊 我跑到了洗手间 用凉水冲了一把脸 清醒清醒 从此我又多了一个难缠的儿子 儿子比侄子小三个月 喊侄子哥哥 侄子把头扭过去 装听不见 三哥三嫂出国 不带侄子走 侄子肯定心里不是滋味 特别落寞 还装出一副高冷的样子 看着这小子傲娇的样子 我觉得挺可笑 我得加倍对侄子好 我每顿饭至少要做四菜一汤 有肉有蛋 有青菜 有水果 保证两个小伙子的营养 侄子倒也不客气 不等我们冻筷子 侄子抡起筷子就吃 风卷残云 狼吞虎咽 自己想吃啥 就吃啥 把饭菜弄得乱七八糟 儿子撅着嘴 皱着眉头 再生闷气 因为我们提前告诉儿子了 你是弟弟 要尊重哥哥 哥哥的爸爸妈妈离得很远 我们要照顾好他 这样可不行 我可不惯侄子的臭毛病 我对侄子说 好好 做好饭 要等全家人来骑 才能动筷子 小家伙翻了个白眼 翻白眼的动作跟我一模一样 不愧是我的亲侄子 他把头扭过去 对着墙 嘟囔着说 切 我猜不住你们家 这么小的破房子 我猜不要住 你们把我送回去 侄子家的房子有143平 比我们家大多了 儿子气鼓鼓地嚷 谁稀罕你来住啊 我对儿子比了个闭嘴的手势 儿子不吭声了 我严肃地对侄子说 你爸妈把你托付给我 我必须管教你 侄子干脆饭也不吃了 气哼哼地回了屋 不吃就不吃 饿着你小子 我很下心 这样的孩子就不能惯着 侄子饿了一天 我很心疼 他也不讨饶 我真怕把孩子饿出个好歹 但是为了把他拧过来 必须狠下心 夜深人静 他悄悄下了床 翻冰箱 我心里暗笑 冰箱也让我打扫干净了 什么都没有 小孩子饿一天 不至于饿死 第二天早晨 我给侄子准备了牛奶 面包 煎蛋 小米南瓜粥 醋溜土豆丝 凉拌黄瓜 他分明饿极了 看着饭菜两眼放光 但是 侄子没有动筷子 小样 我还知不了你 儿子和侄子没少打架 各有对错 儿子爱告状 侄子不吭声 我不偏不倚 处理儿子也不手软 侄子不得不服 对侄子呢 我也不客气 该罚站墙根儿 就罚站墙根儿 有一次 侄子挨罚 偷偷跑回了我妈家 我和丈夫四处找孩子 快急疯了 满嘴起了大牢炮 最后知道侄子回奶奶家了 我连夜赶了过去 我抡着巴掌 就往侄子屁股上招呼 我妈拉都拉不住 我边哭边骂 小兔崽子 让你乱跑 吓死姑姑了 侄子绷着嘴 不吭声 可能知道我是真心为他好吧 从那以后 再也没有离家出走过 吃喝拉撒睡还好说 学习就难了 别看我儿子比侄子小 儿子比侄子省心多了 儿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 一放学 先做作业 做完作业 才出去玩 从不拖拖拉拉 侄子呢 头疼死我了 没想到 这孩子基础那么差 刚转学过来 每一课都不及格 自卸得歪歪扭扭 跟狗爬的一样 我和丈夫轮番对侄子进行辅导 我负责英语 语文 历史 丈夫负责数学 地理 侄子成绩太糟糕 估计在班里屡受打击 成绩越差 越不爱学习 怎么办呢 我对侄子说 咱们不跟别人比 自己有进步就行 姑姑看好你 每当儿子和侄子有一点进步 我就给他俩在客厅的一角 贴上一个小笑脸 一天贴一个 侄子表示很不屑 但是经常偷偷瞧 他和儿子暗地里叫卷 看谁的小笑脸多 为了侄子的学习 我没少费心 首先 我没收了侄子的电子产品 三哥三嫂总是帮到忙 给侄子很早就买了学习机 游戏机 MP5 侄子就用这些东西看小说 玩游戏 我没收电子产品的时候 侄子差点跟我拼命 拼命也不行 其次 当侄子的小笑脸存到五个 我把游戏机发给他 允许他玩一个小时游戏 残到十个 我带着他去游乐场玩一天 最后 我让侄子做了一个错题本 经常总结经验教训 侄子错题率越来越少 各科都有了明显的进步 小学毕业时 侄子的平均成绩达到90分 几乎跟儿子持平了 嗯 不得不说 侄子的智商就是随我 三哥三嫂回国时 看着侄子的成绩 乐开了花 他们定期就给两个孩子买东西 儿子一份 侄子一份 一模一样 三哥三嫂经常对侄子说 要听你姑姑姑父的话 跟着姑姑姑父 肯定有出息 长大以后 要孝敬姑姑和姑父 眼看一切朝好的方向发展 儿子侄子上了初中 成绩都不错 我刚要把一颗心放下 发现侄子有状况 这小子总是偷偷傻乐 好像是早恋了 我拐弯抹角问儿子 才知道他喜欢上一位漂亮的小姑娘 这小姑娘很优秀 总是考年纪第一 太难办了 我暗暗叹了口气 青春期的孩子 说中了不是 说清了不是 我只能静观其变 还不等我采取措施 侄子就出事了 有一天傍晚 儿子气喘吁吁跑回家 妈 快点 哥哥在跟人打架 我心里一沉 慌慌张张跑出去 在一条小街 两伙孩子打成了一团 我远远看到一个男孩子拿着一根木棒 冲侄子脑袋招呼 我的环筷下掉了 说时迟 那时快 我一把抱住了侄子 木棒不偏不倚 砸到我脑袋上 天旋地转 我晕了过去 等醒过来 看到侄子满脸不安 脑袋肿得像个猪头 脸上一道道血痕 我可能有脑震荡 脑子一针晕血 脑子哽咽着说 姑姑 你没事吧 我挤出一丝笑容说 我没事 浩浩 你伤着没有 脑子摇摇头 满脸惭愧 原来 脑子和另外一个男孩 同时喜欢着那个女孩 俩人一直在较劫 另外那个男孩 以为脑子偷了他的钢笔 脑子气坏了 俩人发生口角 然后就动了手 少年人的青春萌动啊 只能输 不能赌 我趁机对浩浩说 姑姑知道你喜欢那个小女孩 那个女孩的确很优秀 你要更加努力 上高中 读大学 要知道 优秀的你 才能吸引他的注意 脑子的眼神亮亮的 在听我说话 我顿了顿 假如你们两个长大了 发现还彼此喜欢 姑姑就祝福你们 沧海明月 幸福长久 脑子竟然害羞地笑了 我又板起脸 只不过 现在你要把美好的感情 珍藏在心底 你如果总是想有的没的 人家女孩成绩那么好 你就要被她抛下了 从那以后 侄子开始一心一意学习 跟儿子的成绩不相上下 同时考进了试衣中 高中三年 两个孩子住校 我给两个孩子准备了衣装被褥 一应俱全 每个周末都去学校看望 我提着两个保温筒 都是儿子和侄子爱吃的东西 侄子最爱吃我做的藕炖排骨汤 鲜香味美 她们吃一大桶 她们两个两周放一次假 我们高中老师 有时候 周末也不休息 还要加班 为了回家给他们做饭 我跟同事调了班 回家以后 系上围裙 洗手做羹汤 做满满一大桌子菜 荤素搭配 侄子说 姑姑做了满汉全喜 看着俩孩子狼吞虎咽 我就觉得幸福溢满了胸腔 侄子的数学稍微有些差 我让丈夫专门抽空给侄子补习 侄子的成绩突飞猛进 那年高考 侄子和儿子同时考上了985大学 只不过 侄子读了商科 儿子读了功课 侄子大学毕业后 不愿意再读研究生 他有经商的天才 直接进了省城一家公司 多次跳槽 升职很快 当了老总 儿子呢 到了国外去读研究生 博士在国外取其生子 回家一趟 千难万难 反而是侄子离我特别近 开车两多小时就到 从此 每逢过年过节 侄子都会来探望我 不明状况的人 都以为侄子是我儿子 灿烂的阳光晃花了我的眼 侄子回来了 我笑着招呼侄子一家 走 咱们回家去 院里大妈们友好的挥手说 儿子真孝顺啊 我自豪地点点头 看着侄子像 对我儿子就是孝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欢迎订好